我們來看一下呢 就是圖庫的部分 其實我相信老師現在都很有智慧財產學的觀念 對不對 不會亂用 但是重點是如果你要找 您教學上也好 或者是說同學要使用上 您要跟他介紹說 你可以到哪裡去找的時候 現在真的還蠻多資源可以找 而且都是免費的 免費的 創用CC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 對不對 但是呢創用CC裡面還有兩個 兩個類別 因為平常我們的創用CC 您必須要用六個方式 這裡 是不是有應該說四個啦 這裡 四個 是不是用這個標示 告訴他我的是怎麼樣的分享方法 可是呢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有點麻煩 你就乾脆用另外兩種 叫做 CC0 還有PD的 Hurri Dome 跟C70 有沒有這有兩個公眾領域的 這兩個更方便 為什麼 只要是人 就拿去用 不帶走任何隱私 雲才 你不用告訴他出自哪裡 那這兩個差別在哪邊呢 如果是屬於公眾領域的 也就是說他已經超過什麼 下面的 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才是 公眾領域的就是說 這個時間已經超過了著作權了 比如說像古典音樂 你會失遲 所以都沒有著作權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 你就是人類共同資產嘛 你直接拿去用就好 那另外一種 CC0呢 就是雖然 我擁有著作權 可是我放棄 這樣你了解了 所以這兩種其實 對我們來講都很方便 因為你直接拿了這種 你都完全不用再告訴他 我是出自哪裡 當然有是最好 沒有他也不會介意 這樣標籤 而且你還可以怎麼樣 不管是個的時候商業用途 還是修改 通通都不需要做任何標示 通通不需要做任何標示 那你可以到哪裡去找到這些東西 現在有不少搜尋型 專門在找這些內容 所以您可以直接從下面這裡 這個是台灣的一個部落客 他做的 他可以找以下這幾個 像他應該是去年吧 去年還是今年有做改版 他可以找的 這個網站有比較多 有沒有 他實際上還是用Google的搜尋 只是說他把它 限制在這些網站裡面 限制在這些網站裡面 那這樣你找的 就比較方便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也可以來這邊 Flickr也有 Flickr裡面 Flickr大家知道嗎 這是很多攝影愛好者的 那他如果在上傳的時候 他就有註明 我的是屬於這一種的 有沒有 你就直接引用就好 你也不用擔心說 我還在找一下 另外呢 還有很多 像我再往下 我再往下面 像這個Pixel baby 也是很常見的 您找到之後 好 那您看一下 比如說我想要找 Nature的 好 我就找到 假設你要這一張 我就按下去 重點是您看一下 右上角 有沒有發現 770 看到了對不對 可做商業用途 不要求庶民 然後呢 免對下載 有沒有不同解析度 甚至用要印刷 是不是都OK 那絕大多數呢 您就直接按下載 好 他問你有沒有 已經註冊了 無序院這碼 看要不要 如果不要的 這個是2000 然後是什麼 D E ORSA 好 下載 有沒有都直接下載下來了 這樣是不是都可以直接拿去用了 好 所以這個其實 以後老師再找圖庫啊 就多了很多選擇 那我的部落格 除了有圖庫的之外 那還有什麼 影片的 因為影片也有 甚至是什麼 還有去備好的 好去備好的 因為這個以外 還有一些是去備好的 也可以用 也有人都有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對於老師您在教學上 不管你是教材上的使用 或是給同學使用 都相當的方便 這樣 OK嗎 可以齁 所以如果老師 你有興趣的 也歡迎到我的部落格上 再來看看 那我的分享 今天就先到這邊